这个暑假最火的电影被战狼儿莫属,朋友小剧聊的都是战狼,让没看过战狼儿的小编挺尴尬的。 回顾战狼儿上映以来,连连刷新各项记录,让战狼迷们热血沸腾,吴京也因此走上了世界的最巅峰。 今天又有一波电影上映,其中李一峰妙环主演的《心理罪》,刘德华书奇主演的《侠盗联盟》,王大陆、张天爱主演的《焦猪传》。 这三部电影也备受广大影迷的关注,有网友担心三大影片联手围攻战狼儿,战狼儿能否还守住冠军的宝座? 据三部影片一个多小时的预告成绩可得知,李一峰妙环主演的《心理罪》,小胜吴京的战狼儿,但是刘德华的《侠盗联盟》,张天爱的《焦猪传》仍旧提不过吴京的《战狼儿》。 吴京的《战狼儿》可谓是完胜王大陆张天爱主演的《焦猪传》,小胜刘德华书奇主演的《侠盗联盟》,战狼儿可谓是太强悍,欲神杀神,欲佛杀佛,上映16天,仍能战胜刘德华王大陆的新天。 网友也留言,被李一峰小胜几个字吓得不轻,看来今天还是再刷一次《战狼儿》吧。 说实话,要是真看心理罪,也是看廖凡,别扯李一峰。 心理罪要是没有影帝廖凡撑场子,根本不会有人去关注。 小胜也是因为廖凡,要不是有面摊式的李一峰,我也要去看心理罪了。 也有网友心疼李一峰称,为什么让我们的李一峰无故躺下?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